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综合发展处举办的国际移民系列座谈会 第一场座谈会中 共有来自四个国籍的新住民朋友参加 气氛温馨融洽 针对新住民朋友所关心的问题 纵发处长林立禅仔细聆听详细回应 而对于市府的用心关怀 特别是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积极与新住民交流互动 让他们倍感温暖与安心 这样的政府对我们新住民很关心很照顾 然后举办这样子的活动 然后做谈会 这样子让我们可以讲出来我们的需求 然后希望政府更多的照顾我们新住民 谢谢 讲出来这些我们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 因为我们常常问是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在大理要找谁 因为像我是我先生应该在今天就过世 就是真的很麻烦 对不对 还有一些这个前面也不错 对不对 有一些帮忙的事情 对 例如说以前我们好像被看不起了 现在的我们都可以抬头挺松 跟大家讲话 因为我们现在毕竟越来越被就是被认同 对谢谢 今天真的很感谢市政府给我们机会 谈到我们在台湾多这么多年的一些苦 也是有很多好的地方 谢谢给我们机会谢谢 而且我们觉得感觉是我们不是外甥人 我们感觉都是我们是在台湾人这样子 所以就是我们觉得是这个一定很好 所以呢我们这个是第一场 我们总共会办六场的新住民的 用新的心愿然后来做新的交流 就是希望姐妹在这边可以洗下她的愿望 遇到任何在生活上面的问题 都可以在这边跟我们提出来 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来帮姐妹 就是解决她的问题 那也用新的交流 就是除了问题外 其实没有问题的姐妹也可以交流一下 他们的经验 让其他的姐妹在她的经验里面 可以找到他们困难的答案 所以呢今天是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今天主要就有四个国家的姐妹组成的 那有菲律宾 泰国 印尼 跟越南 还有我是柬埔寨的 那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场次 会有不同族群的姐妹 跟他们的新住民二代 我们希望说我们这一年多来的执政 那做了很多各个局处 针对新住民的一些 就是权益的调整啦 还是独立的增加啦等等 也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座谈会 可以传达给姐妹知道说 你们去年来参加的座谈会提到的问题 我们努力在解决 当然有很多问题可能没办法努力解决 但我们还是会很用心的去沟通 看如何来解决大家提出来的问题 母亲节快乐 后续的座谈会场次 市府表示会针对不同主题 一一交流 市长谢国良也将率领各局处代表 与新住民家庭的青年学子对话 希望让施政能够全面贴近 新住民家庭的需求 打造有爱移民的城市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